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1月7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第一首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川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 平民女子中枪 美国时间1月6日 美国国会举行两院联席会议 审议和认证各州选举人团票的同时 特朗普总统亲自参加了 在华盛顿举行的支持者集会 他拒绝承认败选 并呼吁正在国会主持审议会议的 副总统彭斯否决各州提交的选举结果 演讲结束后 许多抗议人士冲进国会大楼大厅 审议工作被迫暂停 特朗普总统周三 中午出席华盛顿椭圆形草坪举行的支持者集会 他说他希望副总统彭斯拿出勇气 否决各州送交的国会联席会议的选举人团票 将他们退回各州重新认证 特朗普还表示 如果彭斯不这么做 他会非常失望 然而根据美国宪法 作为参议院主席的副总统 可以让否认拜登赢得大选的议员发表抗议 但他并没有权利否决各州提交的认证结果 彭斯在会议开始前 自信国会宣示支持并捍卫美国宪法 他表示美国开国元勋 并没有秉于副总统单一权利 来决定哪些选举人票应该被计算 哪些不应该被计算 彭斯的声明显示 他不会试图阻挡国会的审议和认证 虽然已经知道 国会两院至少有160多名议员 会在审议中反对承认拜登赢得大选 但由于民主党占众议院多数 在参议院也有共和党籍议员表示 不会支持阻止认证 一般估计拜登的当选 最终将会获得国会认证 特朗普在演讲中不仅指主流媒体 是美国唯一最大的问题 攻击民主党要推行美国最后政策 还把矛头指向过去四年 一直支持他的许多共和党人 并点名参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等议员望恩负义 支持特朗普的暴力示威者们 随后就冲入了国会大厦 破坏了议会对后任总统拜登胜利的认证 特朗普在事件中发生数小时后 告诉示威者离开现场 拜登指责示威者在煽动叛乱的边界 华盛顿警察局长也证实 一名女子在国会大厦示威事件中 中枪身亡 当局目前还不清楚 开枪者和女子的身份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局说中枪身亡的女子是一名平民 警方正在调查此事件 警方发言人也说 女子在当地医院宣布死亡 目前未知开枪者身份或其他详情 拜登就说 示威者冲进议会大厦 砸坏了窗户占领了办公室 入侵议会大厦 威胁正是当选官员的安全 那这不是抗议 这是起义 白宫新闻秘书麦肯内尼 在一条推文中就说 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市长包折的呼吁下 部署了国民警卫队 换个焦点 拘捕泛民事件 欧盟说研究对华进一步制裁 香港警方昨天拘捕了53名发起 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 那对此欧盟方面就称 可能对中国施加进一步的制裁 那根据新岛日报的报道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史塔诺就表示 本次的拘捕反映香港不再容许政治多元化 香港国安法实在压制异见声音 并扼杀港人的人权和政治自由 呼吁当局立即释放所有被捕人士 欧盟可能对中国施加进一步的制裁 那史塔诺就说 我们目前正在分析局势 看我们可能需要做出哪些反应 我们对许多可能性采取开放态度 比方说制裁 那史塔诺就表示 任何制裁都必须获得欧盟 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如同去年7月欧盟就北京实施 香港国安法时对中国施加的制裁一样 那前港督彭定康也发表声明称 中共及全世界的政治形势和疫情大流行 来转移视线 那进一步的收紧对香港的控制 现在显得意见的是支持民主被视为非法 他又呼吁 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必须继续坦然 反对这种对自由社会的残酷破坏 并要求欧盟取消于北京签署的可悲的投资协定 接着我们来关心 不敌北京施压 阿富汗送中国间谍反国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局长沙拉杰 就证实有一群中国人 因涉嫌在克布尔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那据悉在北京的施压下 阿富汗已经让这些人返回中国 那沙拉杰就表示 由于这是一个敏感问题 他无法透露细节 早前就有媒体报道 去年底就指阿富汗在克布尔 逮捕了10名涉嫌间谍和恐怖活动的中国人后 印度《史坦时报》昨日就引述官方消息指出 在北京的压力下 阿富汗当局已经让这10名中国人返回中国 那他们于2日搭乘中国当局安排的专机返国 那印度《史坦时报》先前就指 承认阿富汗情报局长的阿富汗副总统沙雷 去年底获总统授权 与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渝会面 说明10名中国人被拘捕状况时 要求北京正式道歉 并承认违反了国际准则和背叛 克布尔的信任 阿富汗政府就表示 可以考虑赦免这10名中国间谍 否则将继续刑事诉讼 但在北京的压力下 阿富汗似乎没有坚持原先的要求 有分析家就说 也有可能双方私下另有其他交易 而中央社根据消息人士就指出 被捕的10名中国人中 有李洋洋和夏洪两名汉人 以及8名维吾尔人 那印度《史坦时报》先前引述 与阿富汗当局有联系的消息人士说 阿富汗安全机构研判 两名汉人率领8名维吾尔人 试图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假冒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 ETIM的组织 并透过恐怖活动 嫁祸给ETIM和维吾尔人权运动者 消息就说 调查人员发现 李洋洋和夏洪所领导的间谍小组 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 一直与恐怖组织 哈喀尼网络保持联系 而哈喀尼网络 这个组织 是阿富汗民兵组织 塔利班的重要力量 中央社就说 虽然中国过去不断对外 否认支持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 但阿富汗的这起涉及 中国国安部的间谍小组 与恐怖组织保持联系 且持有爆裂物等恐怖活动工具 证实印度过去的指控 中国与巴基斯坦 一直与恐怖组织来往 支持恐怖主义 东途而其 斯坦伊斯兰运动 是新疆维吾尔人 反抗中共专制统治 寻求独立的组织 北京一直以ETIM为借口 限制新疆维吾尔人的自由 美国也在日前 才把ETIM 从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 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北韩 金正恩首任 北韩五年经济计划失败 周二 北韩劳动党在平壤 展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领导人金正恩发表 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时 承认国家经济发展出现错误 截至2020年的五年经济计划失败 几乎全部领域不达标 金正恩在会议上 誓言重复痛苦的教训 并提出讨论新的五年经济计划 承诺开启自力更深的新时代 值得关注的是 与2016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相比 领导班次的高层大换血 由多达四分之三的高官被更换 金正恩就指出 在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前进道路上 来自国内外的各种艰难险阻和挑战依然存在 他就此强调 必须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 如果放任不管 就会成为更大的阻碍和绊脚石 应大胆地承认错误 并制定果断对策 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弊端 他誓言重复痛苦的教训 金正恩还表示 坚信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成为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斗争 实现历史性飞跃的踏板 并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金正恩在会议上就提出讨论新的五年经济计划 当中包括金属、化学、电力、石化等民生产业 北韩去年不仅面对了联合国安理会 为首的全面经济制裁 还受到台风与最强梅雨季带来的洪灾影响 并且在全球新冠疫情下的封锁边境 经济贸易几乎全部中断 北韩在国际社会中更显孤立 许多外国驻北韩使馆或已经关闭 或大量减少驻管代表员额 分析家就表示 北韩这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大多数重点都会摆放在内政上 重申自力更深的重要性 劳动党这次的全代会的核心领导执行阶层中 与2016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相比 与会领导班子成员总人数虽然未发生变化 但约七成半的高官已经被更换 另外参与此次全代会的人员 包括了劳动党中央指导机关成员250人 各组织选出的代表4750人 以及旁听人员2000人 参会代表的结构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军人代表人数较上次大会减少了一半 行政经济部门代表和一线党员人数则翻倍 党政部门的代表也有所增加 平壤坚称北韩没有任何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这次的会议全场人员且没有戴口罩 会场座无虚席 那大楼内没有实施保持社交距离 间隔就座等反应守则 接着我们来关心印尼哥伦达洛省发生6.1级地震 那印度尼西亚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 今日凌晨发生6.1级地震 目前赏无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报告 根据新华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地震发生于雅加达时间7日的凌晨30.59分 镇中位移印尼哥伦达洛省哥伦达洛市西南59公里处海域 震级为6.1级 震源深度约为157公里 那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每年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 2010年10月25日 印尼西苏门达洛省明达威群岛附近海域 就发生过7.2级地震并引发海啸 造成至少509人死亡 21人失踪 上网居民无家可归 另一方面我们来关心印尼海滩 垃圾量惊人日达60吨 那印尼度假圣地巴厘岛 在过去的一年里因遭到疫情影响 导致到访游客稀少 不过海滩的垃圾量却依然日达60吨 尤其啊塑料垃圾为主 那专家就指出 这与季后风雨天气 垃圾处理不散 和全球海洋污染问题有关 印尼有关当局上周末 在苦达雷吉安及水明样三个海滩 共收集到约90吨 随浪潮冲上沙滩的垃圾 当地环保卫生官员就称 每日且动用人力物力清理海滩 但垃圾依然源源不绝 澳洲环球塑胶污染问题专家 哈德斯迪就指出 过去十年全球海滩塑胶垃圾量逐年增加 尤其在有季后风的国家 问题更为严重 他提议利用人工智能系统 及摇距镜头追踪 识别垃圾热点 鼓励民众积极减少垃圾 那巴厘岛每当遇上吹西风 及季后雨时 谈案变堆积垃圾 除了因为海洋垃圾污染 专家亦归咎印尼处理垃圾不善 而另一方面 巴黎省长瓦阳 主招新建垃圾处理站 配合足够设备和人力资源 24小时处理垃圾 新闻的最后 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 泰国再添购 3500万支新冠疫苗 那针对新冠疫苗采购的仪式 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 巴育上将就表示 他已经下令再增加 采购3500万支的新冠疫苗 以供接下来全国 接近6000万国民接种 那泰国最快在今年2月 将会有25万份新冠疫苗抵态 那4月将会总共拥有 200万剂的疫苗 那时候会获得更多的疫苗 而目前正在和多家疫苗 供应商协商 因为要优先考虑 人民群众的安全 所以调整计划 加快获得新冠疫苗的速度 泰国就表示 进口疫苗必须拥有 由疫苗供应国提供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相关文件 为了向民众提供有效的疫苗接种 那疫苗抵达泰国之后 将会进行多次的实验 疫苗购买计划 每批购置200万剂 将优先提供给医护人员 那随后泰国还会购入 阿斯利康疫苗 给人民群众接种 在等待疫苗抵达的期间 也会渐渐的购入其他疫苗 而另一方面 泰国副总理表示 没有人希望疫情会严重到 要封国的地步 第一次疫情爆发时 泰国能够有效控制 是因为泰国人民相互帮忙 新一轮的疫情 则起源于非法偷渡劳工入境 希望这次的泰国人民 能够起心协力 一定能够战胜病毒 最重要的是 民众要保护好人身安全 严格遵守政府宣布的 疫情防控指令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统一时间再会 我们明天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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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统一时间